本人真的是台灣省當之無愧的頂流 無論你們怎麼宣傳 台灣要不要統一 都不是你們這些娃娃說了算 更不是台灣2300萬人說了算 當然也不是漂亮國說了算 因為現在的台灣是中國人付出了 3000多萬生命的犧牲 才換來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回歸 台灣的統一是中華民族14億人說了算 所以你必須不可打 女星劉樂妍進來將事業重心轉往中國 雖然他因為經常發表爭議言論獲得女版黃安之稱 但發展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目前他努力朝直播帶貨的方面發展 怎料又屢屢發生問題 才PO出帶貨排行榜任了業績慘淡的他 近來又因賣櫻桃出狀況 讓他氣得在工作群裡面罵了很多髒話 而他罵髒話落人把柄就算了 昨27晚甚至還PO出一部影片表示台灣要不要統一 不是你們這些2300萬人說了算 是中國用了3000萬生命的犧牲 才讓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回歸 統一必然勢不可擋 言論相當囂張及誇張 讓不少網友看完後全傻眼 本人真的是台灣省當之五愧的頂流 分析無論你們怎麼宣傳 台灣要不要統一 都不是你們這些娃娃說了算 更不是台灣2300萬人說了算 當然也不是漂亮國說了算 因為現在的台灣是中國人付出了 3000多萬生命的犧牲 才換來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回歸 台灣的統一是中華民族14億人說了算 所以肯定必然勢不可擋 支持你們推出 無論可知 共同性 知名 是 有 使人 是 這是